第一點結論要幫我們下清楚 就是說尤其在批2這個位置 我們要把它當儀式遺址 還是補給的一部分 那你後面的建議就 因為後面的建議 簡卻幾乎都是用遺址的觀點 那當然這是剛剛報告的性質 但是我們自己 因為這個我們 這邊主要是針對這個成果報告書做同意以後 還是只是因為報告 我們也不做結論 就知道一下就好 就我們就過去了 我們大概都知道 但是就說這結論這個事情 要不要下結論 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因為你根據你的報告裡面 你大概就是 因為是這個題目的關係 但是要給我們的建議 好像這上面沒有給我們 你這邊的建議就是 遺址遺址這個尚未確定等等 所以這個就 所以公元處後續要做的事情 還是每一次都要去 都要停工什麼等等 按照15條事義的話等等 就很複雜 整個到明年的狀況 大概都是一定是走一直升條路 我們按照今天的報告的話 跟委員會報告 這個是一個報告案 那是針對委員的意見 其實是因為發言局其實後續還要 也有公元處要做 相關北門廣場的一個設計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建議大會是否說 針對今天的報告案是我們是洽西 不是結論 那至於委員的意見 就提供給這些規劃單位做後續的參考 如果說後續有任何試證 或任何的進度 那再回到委員會 再跟各位委員做個報告 因為並且設計這個 文資遺址跟遺跡的這個部分 以上提醒大家會參考 是要問的 那應該如何 那技術問題 我還是必須要提一下 就是剛才那個 是公共主席還突發 就是 蛤 公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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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局局局局局長 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說 大家現在都以為說 好我現在發出來了 我上面做一個透明板 然後就可以展示 然後大家又可以知道一直在那邊 然後我又可以保護它 都以為這樣子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 那個尤其是在戶外 然後在那個地點 你如果今天要做一個透明板 你周圍是不是要做一個結構 來支持上面的透明板 然後你在做這個東西施工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破壞到椅子了? 所以其實這個沒有那麼單純 好 然後你現在就算好 你這個都做 你說我沒有去破壞到它 你做上去以後 你那個 即使今天這個透明板是在室內喔 好 就是以前那個有屋頂 我們把那個室內這樣打開一部分看 如果你沒有做考慮的話 它下面是不是濕氣一直上來? 然後一直上來的話 讓你上面那裡頭整個都是濕氣 然後如果你開孔讓它可以通氣的時候 水就跑下去 所以這個展示沒有那麼簡單 考古椅子的展示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後又只有一個地方 然後又沒有做全面的考慮 在我來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 大家聽起來好像覺得 欸對 要有一個展示很好 這技術很難克服的耶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否則的話你只是破壞椅子而已 非常謝謝黃委員的提醒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因為許月燕老師基本上 對這一方面是蠻了解的 那是不是可以商請這樣 就是我們把我們那個設計的成果之後 那請老師也協助我們來去檢視看看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中間 我們也找了很多的委員來協助的委員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把它做好 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 好 其他五名 我想講 就是說 這個報告案還是照當你來講建議 還是給他這個基本上是一個 不能說結案 比如說 自洽系列 不被查 那但是呢 就是說後續的這些 還必須要探究的部分 尤其剛才你委員提到 那談到你是這個遺址 還是說以後續這些部分 我想應該在證據後續 還是以這個程序 不管是文化系列 或者是這個報告單位 報告單位他剛才講的意思 那他就是說 他只盡量去做 做完以後 就是未來的方向適用什麼方表 類別可能要提到 這個相關的程序去做認定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這個報告案 暫時還是給他備查 那但是呢 就是說我們後續 就委員剛剛提到的這個 相關的意見 都非常的廣貴 那不只是 未來在這個文化部 他還會做相關程序上的這些審查 但是就是說 我們希望就是說 不管是都發 或者是文化 甚至這個公務局 在做後續的這些 相關的一個規劃設計的時候 能夠針對剛才委員 提供的這些意見 能夠最起碼就是說 先用這個 主條書面 能夠來跟文員說明一下 那後續怎麼樣去親自 溝通清楚 或跟委員來請教 結果這也是 那就是府內的相關單位 他必須要做 用這樣一個方式 我們把這個報告 暫時到這個階段 才能做這樣 如果委員同意的話 我就進行下一看 審議案一 案由 市定古籍 台北工業學校 宏龍 修復在 即在利用計畫審查案 提行審議 審議案一報告 臺北工業學校紅樓 是民國87年7月22日公告 指定為本市的市立古蹟 管理機關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本案是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委託該校建築 西辦理台北工業學校紅樓 調查研究及修復計 管理維護計畫案 並於104年9月21日 將報告書提送到本局 本局於104年10月16日 邀集委員召開審查會議 依會議結論 有關本案 請提報單位 依委員意見 修正計畫內容 並檢附修正意見 對照表 送本局復審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於105年5月2日 檢送修正後的報告書 送本局 警本局確認 通過 本案 依古蹟修復級 再利用辦法 第13條 提送本委員會 辦理審議 有關本案的修復級 再利用計畫 先請 提案單位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跟規务委員做檢報 各位委員大家好 這裏是台北科技大學的團隊 今天來向各位報告的 有底下三個執行的單位 一個是設計單位 那麼是建築系 那麼另外 是這一個計畫的執行單位 總務處 我們分別有檢主任 然後以及檢基證 那我本人是這個計畫的管理單位 我是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以下的時間 我們交由設計單位 由建築系 來做一個報告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調查研究案的計畫主持人 張奮正老師 因為接受 東京 那個京多利民館大學的邀請 去做訪問 所以他今天沒有辦法出席 由我這個 那個 這個案子的專任助理 來各位 為各位做個簡報 那下一張 那我們這個案子 大家主要標的就是 我們那個 台北工業學校 叫紅樓 他是在1998年的時候 被指定成 市定古蹟 那他的 過去他原本的背景 他是在 大政25年的時候 為 大政15年 1925年的時候 為了慶祝大政天皇 25週年 那個結婚週年 那還有當初 台灣 死政30年 那所以我們學校 要蓋了一個紀念書庫 那我們在1925年的時候 進行施工 那在1926年的時候 落成 所以他的名字呢 叫做 育大婚25週年紀念文庫的附屬書庫 下一頁 那這個案子 由我們學校 內部的老師 來義務幫學校執行 那計畫主持人就是我們 張昏正老師 他是負責建築史 跟在地上規劃 跟一些修復建議的部分 那關於內部 就是整個 物體環境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 能源系的李奎鵬老師 那這關於我們學校發展史的部分 有文洪 文發系的 楊立柱老師 那關於 建築物結構性能的部分 跟未來補償建議的部分 我們有一個建築系 兼任的 蓮乃琪老師 幫我們執行 那我們今天基本上 整個團隊 都是我們學校自己的老師 那下一頁 那我們報告書的大綱內容 我們第一節前沿的部分 大概就是介紹 我們這個案子的本身 跟我們房子被指定的過程 那第二張歷史研究的部分 我們大概 對北科大的歷史 大概做了一些回顧 那跟整個校園建築物的發展 跟變遷做了一些整理 那在第三節的部分 我們針對了我們這個標的紅樓 他的 那個新修圓格 那還有他未來 就是那個 歷年的使用紀錄 跟一些轉變 那做了一些調整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第二張的部分 那下一頁 那第三張的部分 主要是建築研究 那建築研究的部分 我們包含了 周邊的基地環境 所以我們把大安12甲 過去的整個發展情形 做了一些回顧 那跟整個台北市的一些 工業發展的區位 還有校子的選擇上 做了一些了解 跟分析 那當然也包含了 我們紅樓的土地研格 跟建築新修研格 做一些整理 那還有一些建築特色的介紹 在第三張的部分 那下一頁 那第四張的部分 主要是針對我們 房子的物理環境 還有結構性能 做一些現況的紀錄 以工未來在做 在利用設計時候 可以一些參考 那右上角 這個是我們在做 他二樓地板一些 那個固定樑的一些 資程 跟載重的檢討 那就是我們進行 內部日照的檢討 那我們大概還針對 內部做了一些實驗 就是包含了 二樓有沒有做天花板 那有做天花板的話 他對室內溫濕度的 控制跟調節 有什麼影響 我們大概請了 那個李葡方老師 做了 為期六個月的 室內溫濕度的檢控 那相關的成果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第四張的內容 那下一頁 那第五張的部分 主要是包含了 我們整個紅樓的價值定位 跟保存修復原則 那還有各項的修復建議 那保存區範圍的檢討 還有未來在利用計畫 管理維護計畫 跟因應計畫的相關建議 那最後 附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現況的照片記錄 跟車位圖說 那還有未來修復圖的一些建議的 復原圖說等等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們報告書 那下一頁 那最後我們研究成果 大概針對這個房子 幫他做了幾個價值 跟定位上的判斷 第一個 他是我們總督府 工業獎錫所的工業賭信 那這主要是在講過去在台北城發展的過程中 那我們因為學校靠近鐵路沿線 所以我們其實 當初日本人在做都市規劃的時候 把很多工廠相關的設施 都放在鐵路沿線上 那包含了我們學校 因為我們是工業屬性的 那像台大他是農業屬性的 所以他會跟水源地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學校的紅樓 其實他間接的證明了 就是過去整個日治時期 工業環境在台北的價值發展 那第二點就是 他是我們百年工業教育的一個歷史見證 因為他最早是 就是我們總督府下面的工業獎錫所 那紅樓是當時 日治時代唯一剩下的兩棟建築物之一 所以他的存在其實可以證明我們 台北工業學校的一個核心價值 那他也正好會在我們學校過去的中軸線上 那第三個就是建築體本身 他是大正時期的 是紅磚校園建築的代表案例 那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學校是實業學校 所以這種房子的設計 是建學校日本時代的建築科 那他的細磚是土木科 那內部的一些管線是電氣科 那還有一些金工科在做一些金木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 技職體系教育裡面一個實踐 然後再做一個自己學校內部的一種房子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把整個紅樓的價值定位 大概分在這個三個方向裡面 下一件謝謝 那我們去年在10月16日的時候 辦理了整個審查 那也在今年5月的時候 把那個相關的回應跟一些修正 就是穩住物質的地方 圖面需要修正的地方 跟進行歷史補充的地方 都已經補充進去了 那相關的回覆跟一些問題點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附入的部分 那我今天簡報就到這邊結束 那謝謝各位 謝謝 接下來 這個資料的 第二頁 有寫有寫創建年代 大陣15年 這個是竣工年代 竣工 1926竣工 開工是大概什麼時候 1926的4月跟5月 19什麼 他是在大陣14年的時候開工 然後1926落成 為什麼我問 大家都知道 那個1923年 斑東大陣大地震以後 很少蓋這種洪磚的建築物 那大概都是變成就是阿西 那 因為這個是很小建築物 所以可能就是 還是持續洪磚的形式來蓋的可能性 但是有沒有這個建築 有沒有特別的一個就是 含震的或者耐震的或者補漿的 或者補漿的 結構 所以蔡利用的時候 我應該多一點考慮 這個建築的這種結構上的特色 我沒有進去過 所以不太不知道 所以這個應該注意一下這個部分 我提醒這樣 如果沒有的話 我是剛才委員提供的意見 我是來做這些參考 所以原則上 我們可以把這個組織在裡面 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下一場 好 謝謝各位 審議案2 案有北投區七湖籃球場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醒審議 有關 有關北投區七湖籃球場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本案基地主要位於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段 以小段243-3號等起立土地 土地分屬本府財政局 新工處及第一商業銀行所管有 原化定為P20道路 公共設施用地未開闢 所以目前無開闢的需求 考量地區開發及地主權益 1994年公告為更新地區 並且配合本府北投再生計畫 未來預定以公辦多個方式 加速區域整合 因為屬本府的重大政策 影響層面廣大 本居於105年的1月15日 辦理七湖籃球場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業小廚的會刊 依據當日的會刊結論 經過委員充分討論 原則肯定據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 本次專業小組會刊意見 續送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有關會刊的記錄 及專業小組的意見 請委員參閱附件 本案的建議保存範圍 是原有的球場看台以內的空間 那現在後來後續依據專業小組會刊的決議 吐替所有權單位 財政局新公處及第一銀行 分別在105年的2月1日 2月3日及2月4日 來函就會議的紀錄表示 無其他補充意見 請委員參閱附件4 本案的文化資產保存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實施細則第71條 辦理了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也請委員賞閱附件第5 這是地形地極圖 以及會看照片 依據文化資產的評估報告 清魂安排的創建年代是新元已久51年 現況概述為目前是停車的空間使用 所有權人的意願 新公處及財政局表示無意見 第一銀行表示不具文化資產的保存價值 依據價值的初步分析 是具歷史的文化價值 有關它未來的財務規劃 應該是由所有權人 管理人、使用人來做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的管理維護的財務規劃部分 後續請管理機關於會議中 等下向委員各位報告說明 有關本漢登陸範圍的影響價值評估 本漢保存範圍 土地所有權大部分 皆屬於室友、屬於新公處管理 僅只有一個門柱是屬於地銀行所有 所有權人目前都無相關保存意見 只有在會看的時候 委員建議留存部分的觀眾席建築構造 可以報存 並將七湖籃球場的歷史適當展示 呈現 並與當地的社區居民 結合規劃適當的活化方式 有關七湖籃球場 是否更入圍本市的歷史建築 提醒委員會討論 這位請教各位委員會討論 簽譯和指教的地方 怎麼樣 不是針對這個球場 就是 我想 以前有公賣局的後面 也有公賣局的球場 那個很可惜 那個拆掉 那個本來 當然關火火蓋的那個球場 那個球場 一個結構是非常非常特別 這個是 張公勝老師研究的報告書有 那個結構全部是鋁的 那個時代 可能就一個流行 但是現在都沒有的那個鋁的一個結構 先有長地 後來蓋起來那個鋒架 但是很可惜 前來有沒有拆掉 那個鋁就是 現在變成一個公共因素 所以 我的意思 這種籃球的一個歷史 應該連起來 其他的地方 還有 不只是一個這個籃球場的歷史 應該台北也有很多籃球的一個歷史 應該連起來 我們就是應該記錄 這個我建議這個部分 好 謝謝 其他委員還有沒有提票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重溢 原來的這樣的一個提案 那跟 回本市的第四建議 那委員的這個建議 我們要去做來參考 看什麼整體的意見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所以我們進行下一個 好 再要跟委員 提醒委員 我們有個登陸理由的部分 請委員做確認 那我們先宣讀一下 登陸理由體法令 依據一 七湖籃球場 與民國四十年過程 其創建與玉器兵團 所屬之眷村相關 該命名與光復初期 享譽籃壇的七湖籃球隊有關 本球場與台灣早期的籃球發展 息息相關 並培育許多籃球運動人才 具運動史上的價值 二 本球場當時約可容納七千人 現有基地僅殘存一段 形式簡單之專捨構造 看台及入口門柱 見證七湖籃球隊的歷史 具保存記憶的價值 三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 審查及輔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評定精準 又保存範圍 現存看台及門柱 那這個 以上的登陸理由 及法律依據提醒委員確認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 其他的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這個 所謂的登陸理由 來 請到下面 好 稍微薄陋一點 這個理由 是 這個第一點 第三項 以籃球發展信息相關 加個扣號 好 那如果要加強 我們看看 登陸的理由 各位有沒有什麼 輸教品 怎麼樣能夠來強嗎 七五現在沒有了 對 那到底什麼時候減戰 什麼好像 他只是在 再來就是 南球史上的 一小段 好像並沒有那麼揮煌 如果說 是彈與四共同的七 的話 應該是三軍籌藏 那更 三軍籌藏 從對面那個地方 那個時候 那是 兩岸都非常 比較正名 那個時候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當家教 每一次 三軍球場比賽 我輔導的那個學生就拍到 導致我們聽到 拍收音機 那大陸那邊 也就在那邊 看三軍球場 那個時候的那個呼喊聲 那個時候是 大家共同的記憶 在七五好像他只是一個球隊 好像並沒有那麼 在南球史上 他只是 一小段 他也不是很成熙很久 如果說那個很值得的話 那我們松菸 那個後面那個 那個上面的也是過去 南球場的練習 那培養很多國手 那更 更揮煌 所以我是說 這刻 能不能把那個七五的南球隊的那個 歷史 請他們多補充 就是說他對國家的貢獻 或者是在國際上 或者在這個 在那個 在那個 亞洲的這個 這個南球賽 有什麼特殊的一個揮煌場 不能只是一個 就算說那七千呢 他只是說可以融蠻七千的觀眾 但是有沒有辦過幾場 比較重要的那個比賽 那知道 因為在好像 這個登錄的理由比較薄弱 所以我潛見的時候 再強化一下 是 其他委員會有比較多 這個部分 無法決定要不要 先來回應 那這樣子我們跟大會建議 那個針對新老師的建議 那我們的登錄理由及法律依據 我們再做研西研理 然後再提到大會 再做補充報告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 先針對這個部分 先暫停 先暫緩 那我們就補充報告之後 跟大會報告再做進行登錄 好 那這樣我們整個案子都暫緩 好 那理由的部分 那就是 對 所以透過他自於理由 跟他的那個部分 我們在做補充說明 再進行公告 好 如果這樣的話 看各位委員可不可以 如果理由不夠充分 我們再回過頭看 理事件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下一次 我們再來 確認這個登錄理由 文化庭來做詳細的補充 我們繼續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3案有北投區光明國小 預定地公管路83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提醒審議 有關北投區光明國小預定地 公管路83號的主要基地範圍 位位於北投區公管路83號 約3.1公頃 原本是光明國小的預定地 後來經教育局評估 無設效的需求 並配合本府北投再生計畫 未來預計以公辦路程方式 與台鐵局沿上合作的可能性 因屬本府的重大政策 影響層面廣大 本局並於105年的1月15日 辦理光明國小預定地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的專案小組會看 依據會看小組的會看結論 經委員充分討論 初步認定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請鐵路局依委員的意見 補充相關說明後 本次專案小組會看意見 續送本市文化資產 審議委員會審議 有關會看紀錄 及當日專案小組委員的意見 請委員享樂附件 本案交通部台灣鐵路局 依據專案小組的會看決議 於105年的3月14日 來含舊原有基地 使用單位幾兩棟建築 提供補充資料 請參閱附件市 會看的現場照片 與部分 本案你請同意 105年1月15日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看的結論 本案光明國小預定地 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 以上提請委員會審議 好 這個部分 我們叫做委員 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不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做到這個原來的 審查的這個處理結果 我們也要通過好不好 好 來接下來 審議案4 案有文化景觀 禪除3保存及 管理原則案 提請審議 本案主要是 上次委員會審議 是已經確認 殘除山文化景觀的登陸理由 其中對於保存原則的部分 我們在上次會後 有發文各相關單位 提供相關意見 那針對相關單位的意見 我們經過整理之後 提出保存原則 今天要在這一次大會 提醒委員做確認 那我針對保存原則 先做一個宣讀 我們要看明新村的保存原則 如下 看明新村位在公館前 除山山林 是本市大安區 羅斯福路四段 119項 78弄3號 等39棟建物 土地及建物管理機關 分屬國立台灣合計大學 及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土地使用分區為學校用地 第二點 民眾於103年1月28日 向本局提報 本局於103年3月10日 辦理專小組會攤 明明3年7月30日 提送委會審議 審議的結論是 決議登陸 殘除山為文化警官 104年12月24日 辦理殘除山文化警官 登陸的公庭會 第三點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後勤處 於105年3月9日 來韓建請本局修改文化警官 殘除山保存 保存及管理原則的草案 增列屬軍事開發計畫 屬軍事防建物 興建增建改建修建 不受保存及管理原則限制 並於105年4月6日 來韓提送 排除限制開發範圍 地級資料及保存及管理原則 建議修訂費照表 本局將國防部的建議 內容納入保存及管理原則草案 請委員賞建復建 本案提報人好殘除 工作室於105年5月17日 提送殘除山保存原則修改意見 與第80次文資會議意見 內容如下 對於台大所提出的建議修改重要警官元素 第三項名稱為農室試驗場 昆蟲部台北 帝國大學昆蟲學及養殘學教室 因凸顯該區域之整體發展脈絡與意義 而非僅強調單動的歷史建築 故建議以農業試驗所宿舍群 與辦公聽社來描述較為完整 另外空軍作戰指揮部 於105年5月27日邀請本局前往營區會刊 依據會議和該日的結論 營區署台北市殘除山重要軍事設置的管制區 公告範圍與文化警官軍事區劃定一致 由工作部自行管理維護 營區內的預定文化社軍事設施 因不影響換名新春與殘除山呈現的3D警官視角 仍需提供預畫長職、興建高度等資料送審 殘除山文化警官劃定及管委計畫書 市府審議委員會的審議選擇 前空止部和宋相關管理維護及興建需求的項目 本局將納入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時 來討論一例後續的作業 本局於105年6月24日提送委員會第82次行委員會討論 依據會議結論有關保存及管理原則 待下次的委員會再審 本局在105年7月4日發函簡送 文化警官陳除山保存及管理原則的草案 給各單位徵詢修訂的建議 有關各單位含附的意見請委員想列復健 一般事項 文化警官只保存機關原則如下 以保存元素 重要警官元素 一、清零時期古道 二、農業試驗所、宿舍群與辦公廳社 三、軍事設施包含防空洞、坑道、炮台 四、列管及非列管眷村建築物 二、其他部分 一、保留禪圖山、路之視覺景觀軸線 二、維護生態去之自然風貌 二、管理原則部分 第一項 清零時期古道 未來規劃應以維持路徑為原則 並繼續作為公用道路使用 二、農業試驗所、宿舍群與辦公廳社 建物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內部空間可做彈性的規劃 三、軍事設施 第一、軍事管制區部分 國防部的管轄範圍 尊重軍事機關之獨立運作 依國家安全法 執行國防軍事管制措施 唯應採取與現有設施 維護補充突之管理方式 並以軍事設施周邊及本體之維護為原則 B、軍事機關等 一、軍事需求 進行軍事設施之 新增改建等軍事開發計畫 唯應提交相關計畫內容 進行審議 以破壞 殘除三路之視覺 警官軸線 及維護其自然風貌為原則 唐宋審資料 涉及機密資訊 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等規定 其他非軍事之開發計畫 因不破壞殘除三路之視覺 警官軸線 並維護其自然風貌 二、一般管制區 內政部警政署管轄範圍 以警察機關使用為優先 檔未來有其他非警用之開發計畫 因不破壞既有軍事設施 如坑道砲台 及殘除三路之視覺 警官軸線為原則 並維護其自然風貌 三、軍事管制區 及一般管制區 以維持現況使用為原則 若未來有開發使用 因先匯同國防部內政務部警政署 進行調查研究 四、列管及非列管眷稱建築物 以保留聚落空間文理為原則 建物內部空間可做彈性規劃 五、生態區本區執行有效人員管制 未來使用因評估對生態勢影響 不得破壞殘除三路之視覺警官軸線 並維護其自然風貌 第一張圖是聚落歷史空間文理分布圖 請購原參考 第二是殘除三文化景觀分區圖 以於105年1月13日的第76次 文字會審議通過的文化景觀的範圍 下一張圖是文化景觀範圍土地產權圖 這是殘除三文化景觀軸線的參考 你辦二 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文化景觀 殘除三保存及管理原則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報完畢 好 謝謝 我們正在這個保存跟管理原則 有沒有需要修正 反正是 哪邊 諸位 來請 可以請教一下 就是裡面的建築物和軍事之外 就是重要景觀園圖裡面的 農室所、宿舍、群村和運建設 還有那個叫做眷村建築物 這個分別歸南的單位 未來就是管理單位 所以各位今天知道一下 現在知道一下眷村這個 還是大家比較熟 還是國防部要不要丟 那將來就進到 就可能進到整個國有財南署 如果是工友 那將來文化局 臺北市中文化局要不要收 另外現在按照條 但這個就涉及到未來的狀況 因為最難管的可能就是眷村建築物 那未來處理的可能性會是怎麼樣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國防部政戰局的 主管林朱中校 我負責地管萬民新村眷村的這個 業務 做簡單報告 萬民新村在眷戶完成安置以後 眷戶都已經到興建基地 剩下萬民新村的空間 那現在土地的管理機關是我們台科大 那上次我也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我們受限於法規 我們沒有辦法去拆萬民新村 原本就應該是騰空點還給土地管理機關 那現在登陸為居落之後 那我們也希望說他能夠盡快去活化 但是後續有關活化的費用 我們也內部做一個檢討 跟報告 我們沒有公務需求的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辦法邊前去活化他 因為土地不是我的 我們現在現況是說 就建物的管理 我們能夠去現況去保護 跟圍管 但是後續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公務需求 我們沒有把邊電預算去活化他 好 以上報告 這個將來沒辦法邊電預算去活化 報告主席 上次您大概有財視過 這個大家分兩部分 他現在如果沒有編列的部分 當然回給台科大 照理講台科大也要熟 現在台科大好像也有困難 他原先是要 如果他們合約是要騰空點還 現在我們大概文化局的原則 是要先把它保留下來 就是那些房子是不能把它拆掉 那跟老師報告這是第一點 在原則裡面 第二點 那如果說你現在不要的部分 大概也有跟台科大在商量 那校務會議那邊 原則上要怎麼樣去處理 譬如說要交還給國產署呢 那或是怎麼樣 或是捐給市政府呢 這都要去談 那在這裡面的條件 如果解放以後 那如果交還給國產署 那國產署覺得他們也不要 那或許這一部分再撥給市政府 那市政府不才有理由去 編列修復預算嗎 所以後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大概您上次才是要去開會 的部分 那我們先說明到這裡 這是開了嗎 開 這邊 學校的部分還是要麻煩那個 校務會議要解決 現在好像暑假 暑假沒有校務會議 我們現在是不是麻煩總務長 副主席各位 我們校務會議是在5月還有12月 一定會兩次 不過我在想 大家都在討論畫面線 就是猜也不猜 可是我今天要提出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安全性問題 我要再強調一次 那當初那個文資省議員 也是在安全前提之下 做一些文資的保存 那我想這塊山坡地 除了有消防車不能到達的消防問題以外 它山坡地對於在基地掏空 道路位移還有落實的現象發生 那加上現在的極端七二強降的現象 我想這現象會一直在頻繁發生 那另外這個房子都在60年以上的屋裡 它本身耐震的強度 應該都不會達到國家政府貴年5級以上 而且它是在40%以上的有上貨幣上 這些安全 我覺得我還是再次呼籲 要強調它安全 那因為這個如果換民心全部保留下 我們當然樂觀他的文化價值保留 但是我一直強調 就是文化價值保留 可用那個類似影像法律的方式 那當然這邊可能跟田局長的 田副局長的意見也不太一樣 所以我也 我們台客大的立場 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山坡地要它的安全性 好 那我們現在為目前還沒開 以上吧 稍微再做一下解釋 今天還是要回到原則討論 然後如果以價值層面 跟整體已經有 它已經有身份了 所以才要討論原則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剛剛我講的就是 土地跟產權的解決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將來其實 我們也有類似吧 隔壁對面的那個保障岩 那跟現在這個是相似的 那相關的措施 將來應應計畫都要去處理 所以也請需要放心 那每一個都是關卡 但是每一件事情都要順步驟解決 那也跟米老師做報告 那我們今天可能還是要回到原則討論 那個 那個有沒有辦法 一個文化經官有沒有辦法 應應計畫 新的文字法修正製程 有加興趣嗎 新的文字法修正其實 跟老師報告類別更多 剛剛局長也在講 要不要今天跟各位委員去做這個報告 那我們研究過類別更多 那事實上中央也給我們指示 就是最近總統令如果發佈以後 那會去研究他處理的一些細則 那這些細則其實都還沒有定完 那老師可能在這個基礎上 我覺得有很多方式嘛 那該討論的原則出來以後 包括裡面哪些歷史建築跟古蹟的部分 其實還是要再做處理啦 或是細目裡面還有七項嘛 所以這邊將來都要去檢討到 那至於您剛講那個細則的部分 其實可能我們要跟中央再商議 因為七項 現在不只七項的細則到底是什麼 我想內政部警政組可不可以在這邊做個補充報告 這邊啊 剛剛我們到都市計畫科去看了一下 這些土地啊 有些是非法占用的這個民展 那它這些佔用的民展呢 是位在山崩潛幹中高地區 也就是說 它不但在保護區 而且它是在山崩的危險區 那我不知道如果文化資產 把這些限制了之後 那會不會有以後有安全上的疑慮 我想這一點 這一點啊 請各位委員還有主席啊 順便一起考慮 謝謝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有 針對這個啦 就是 把這幾個名詞 類館及非類館 眷村建築應該指哪些 可能不曉得 就是只有眷村的才是 還是說那些違章的都不是 不曉得 這句話不曉得 那因為這邊只保留文理 所以涉及到建築物有不留的問題 所以後面那一句話 我假設針對後面的建築物內部空間 合作彈性規劃 這句話 因為只有文理保護原則啦 如果以那個陽明山的話 大概後搭配的就是那個 都市計畫的管制嘛 它可以興建可以改建 我罵警官啦 大概可以保留 這個就看得了 所以這邊 這邊 後面其實就是因應計畫的問題 如果 如果是北科 台科大流拿的話 像這種房子大概做教育 是不太可能 按照都市教育管制 是不可能的 是能做辦公室 所以 所以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 沒那麼清楚 有人講說沒那麼清楚 就是 第一個標題 列館及列館 眷村建築 應該是哪些 就剛剛 林建築擔心的那個事情 喊不喊 然後 我們來確定的是 只有文理 文理當然可拆可見 可什麼樣 對啦 這個 那也可能只是留痕跡 痕跡 痕跡啊 就文理嘛 就文理而已 那內部可不可以用這個 涉及的都價的 如果它 它不歸因應計畫 我罵警官啦 因為如果不歸因應計畫館的話 那個內部可用的彈性 是非常少 因為涉及到安全 這個 公共 公眾黑心 幾乎是不可能 臺科大再來補充意見 那回歸到我們今天的原則 第二 重要警官元素 第二的部分 農業試驗所的宿舍 還有辦公廳設 那目前就是臺科大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研究機構 設置在那邊 還有部分的就是學生的一個活動場所 那這個部分的話 按照重要警官元素 農業試驗所宿舍群 跟辦公廳設 當然隨著時空的轉換 他目前已經有不同的用途 以及管理機關 這部分是建議在後面 能夠去備注 以便就是說 如果你並沒有去 對這個歷史的脈絡 有過了解 或者是管理機關的一個管理人員 知道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話 其實對任意第三者來講 針對耳後公告的這個管理原則 他並不清楚 跟現行的現況的一個對照 所以這個部分也 不應剛剛委員的一個高見 也就是說這個部分 包括非列管眷處的部分 可能要去敘明一下 是現行現況調查的哪一個區塊 這是第一個意見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對照重要警官元素的2跟4的部分 那2的部分 農業試驗所跟辦公廳設 屬於台客大精管的建築群的部分 那他是以建物原地保留為原則 那第四點 針對列管及非列管眷處建築物 甚至是包括了有關於私有建築物 是不是含掛在非列管建築物的部分 這邊一併也是認同委員的意見 一併要做得一個清楚的一個定義 那另外這邊的保留原則是 保留聚落空間文理委員則 那相對第二來講 建物與原度保留委員則 顯然有不同的彈性處理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請我們主管機關 針對這兩個保留原則 能有一個很清楚的文字上的定義 以上 各位委員好 這邊是提保人做簡單的補充 這是之前 現在的這個範圍 比較是依照去年文化部的一個 調查研究計畫來做的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裡面有分成聚落區 歷史農業區 生態區 跟就是軍事區 那聚落區裡面其實是有很明確的 把所謂的裂館眷村 跟非裂館眷村 以及農業試驗所的這一些眷戶 全部都有標示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其實是 有經過一整年的文化部的調查研究計畫 去做的一個相關的結果 那另外剛剛總務主任講的那個 化民心村是位在40度以上的坡 這個部分是 其實其實是不正確的 因為去年其實五月份的時候 文資大會在開會的時候 總務主任就有提到說 這個部分化民心村是屬於比較平坦的地方 他希望可以不要列入文化景觀的範圍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化民心村整個是在 在0到30度之間 是學校可以利用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是在一個很陡峭的散播地上面 簡單做個說明 報告主席 那剛剛在台科大題那部分 我覺得又倒回來講 因為剛剛大概提報人已經講 前面做過研究 包括軍方都可以補充什麼叫裂館 什麼叫非裂館 所以才在原則裡面把那個字抽出來 那如果應該回到那個裡面去 其實在那個研究報告裡面去看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今天 剛剛米老師也講到重點 就是文化景觀在定譬如美軍宿舍裡面 他會先定下一些基本原則 那基本原則以後 他在如果說細則 這個心法裡面也沒有談得細則那麼清楚的話 就會回到那個都市計畫裡面去定 那怎麼去修 所以應該是這樣去做檢討 而不是在這個裡面原則裡面 要把所有的房子好像都畫在裡面 畫到才算 那沒有辦法做文化景觀的登錄 提報人這邊來做一下補充 就是說以我們的了解 文化景觀是會有先有一個保存的原則 然後接下來可能有一個保存維護的細則 就保存維護的計畫這樣子 所以這個原則跟保存維護的細則 應該是分兩個部分來去探討 我向檢察署在這邊補充報告一下 這個有關安全性的問題 本署這邊家內有些土地是被非法占用 那如果是因為景觀保護的原因 變成不能拆除 那以後的這個安全問題 本署是不能夠負責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嘉惠貴局的 貴市台北市的這個都市發展局 來確認一下他這個到底有沒有危險性 謝謝 非法占用 占用的東西也不應該在原則裡面討論 應該回到占用的相關的辦法 抱歉 他是我們占用到我們土地 他是已經變成房子 但是他是非法建設 非法蓋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要求他拆除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是因為 那要有一些東西要個案去看 有一些東西譬如他有沒有危害到 整體的文化景觀的原則 個案去看 對 包括相關的都市計畫的部分 或是相關的權署單位去看 對 那可能不是在原則裡面去定做占用的排除 好不好 好 沒關係 如果照文化局這樣講的話 這個後續可以個案來探討 好不好 好 其他 針對這次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大家還沒有說 來 先來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空令部 請 陳曼彈委先翻到我12頁 空令部首先謝謝局裡面這邊 我們也到現場去先看過 然後 關於這個條文也已經融入了我們的意見 那主要就是這邊有一個就是 軍事設施的新增改建 新增改建 我們是建議可不可以按照 就是參考建築法第9條的 第一就是 除了新增 新建增建 還有改建 還有修建拆除 因為我們可能後續 林區裡面有一些 就是建物的一些變動 我們可以在這就是 自據裡面在改建後面 增加一個 修建跟拆除 改建不就是修建 他主要在拆除 可以講拆除嗎 其實這個因為 後行處這邊有這個意見 我們看看是不是可以 OK 來 文化女生 我覺得那個已經 討論了 如果問突發掘 好像這些都在裡面 對不對 那如果原則上 文化局應該是沒有太大的意見 只是說 我建議將來還是 如果需要的話 還是辦會刊去刊 好不好 好 個案上 對 原則如果不影響到 將來可能是猜除 我想文化局這樣講 應該是可以接受 大原則方向 先確定 個案他還是有相關的 這些法令規定 可以去做處理 除非這邊把他 後續的這些相關法令 都限制住 我想應該這樣應該可以吧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報告主席 請站署這邊再補充 我想因為我們的 俠館的土地裡面 是有一些 非法占用的 這個 這個 建築 那這樣是會產生一些 安全性的問題 我想文詞的部分 是不是 容文會後 我們再回去 用正式公文 再補充說明 給文化局 文明 剛才講的 非法占用的部分 如果說 在其他的 細則規定裡面 相關的法令規定 最後要去拆除 他不會因為 這個 文化警官的限制 文化警官在必要的部分 他還是可以拆除 所以將來他還是以 文化警官的這個 意義來斷定 就是說 在這樣一個狀況下面 不會因為他是非法的占用 而做了任何的排除 我想文化警官的解釋 應該是很清楚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原則 就是說 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做確認 但是就是說 警政署如果還需要 做其他方面的釐清 隨時歡迎來共和 所以說 我們都可以來做 這樣的一個參考 但是 就是說確認了以後 我們還有一次機會 就是下一次的會議紀錄 再做確認之後 過程 你們還是可以跟文化局來參考 但是我剛才聽 文化局這樣的解釋應該通 不用過度的擔心 謝謝主席 我這邊空軍司令部 再提供報告一下 就是剛剛那52月來 我想確認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後面 民社會拆除 想說那個拆除這兩個字 可以把它放進去